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决定死在路上也值了 你可死在路上也不留在中国 为什么呀? 没有自由 hello大家好我是189 刚刚钟明轩出了一支最新的关于他对中国的看法 那我刚刚也看完了这支影片 里面有包有匾 就是把他这个旅游的感受都说出来 那鉴于我上一支做了关于他影片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大部分看起来跟我的观点是相似的 有时候让子弹飞一回 我们再去做这个最终的结论跟答复 太早了武断的把人家扣帽子贴标签 很容易让这一块的群体的人 反而跟我们想要得到的效果 我们想要揭露中共是背道而驰的 那我做这个频道也好多年 我也是天天日更 对吧 我最近只有断过一次就是求婚的那一次 所以我基本上无时无刻滑手机推特 到他们微博 抖金西瓜视频快手 小红书 台湾的新闻 国际新闻 欧美日韩的新闻 我天天都在接受 关于中共的任何方面的知识也好 或是他们的政策也好 所以我非常的清楚 中共的统战是会到什么层面 我上一支影片也说了 周明轩不是收了什么大外宣的写 也不是被统战 纯粹只是被中共当作一个可利用的人而已 而他自己不知道 他也不觉得这样会被利用 那这个不怪他 因为每一个人 甚至连台派都有可能 变成中共利用的棋子 比如说这次事件好了 你看周明轩他没有收外大外宣的钱 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呢 鉴于我们对中共的恐惧 我们觉得中共的渗透 无孔不禄 虽然也是事实没有错 但有时候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他虽然对台湾有统战的事实 但不一定是每一条都有在做 那有时候我们分不清楚 因为我们也搞不清楚 他实际到底对哪有统战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会学中共一刀切 这未能理解 毕竟我们是被侵略方 所以呢 中共就利用 我们这些台派的恐惧 只要有一个公众人物 有一个谁 到中国做了什么 稍微的风吹草动 我们可能就会自然的给他扣帽子 中共可能连宣传都不用宣传 中共可能连煽动 这个东西都不用煽动 我们自己就先煽动 对立了起来 那这也是中共想要看到 我们内部分化 内部分裂的一种方式 所以他不是说什么都要 我要派间谍 我要给大半学钱 不用做到这一步 他已经厉害到 不用做到这一步了 所以大家真的 有时候要让子弹飞毁 我们再做出判断 当然你可以说出 目前你对他这个行为的看法 但我们不要太早下结论 而且我上一支影片也说过了 钟明轩他不是一个 政治时事评论员的网红 或是从事这方面 人权相关议题的网红 对吧 所以为什么李孟居 李明泽等人 他们去中国会被抓 这性质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拍这个新疆大火纪录片的导演会被抓 而你要想 钟明轩如果他平时 大部分时间 是没有在从事这方面的评论 跟批评 还有骂圣上 骂中央的 那中共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 给他抓了 或是给他 这个大外宣的证据被我们发现 你觉得这个有利于 中共对台湾的统战吗 他想要对你的统战是什么 让你不知不觉的认为 反统战都是不存在的 都是假的 认为中共没有那么坏 中共没有那么邪恶 都是我们自己幻想出来 他才没有想要透过这些方式来统战 那这个时候 让我们自我去怀疑 他就是被统战的目标 他可能就是收了大外宣的钱 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恰好 台派的我们也落入了中共统战的一个手法 让这些小草们 让这些非台派的 可能犯台派的人 觉得我们非常的极端 那这是不是也落入了 有利用价值的笨蛋呢 所以其实 大家都非常有可能 变成有被利用价值的笨蛋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做一点判断 让子弹飞一会儿 我们再探讨一下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是长期研究中共议题的 或是关注中共议题的 都比较没有做出太果断 对于周明轩的这种评价 对吧 因为我们看的比较多 我们大概知道 他的方向归属在哪一类的问题 那其实什么叫做统战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最大的就是统战自己人 有中国国籍的人 或是他认为你是我的人 我就要统战你 我要让你们大家保持统一思想 这叫做统战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企业里面会有党支部 中国的基督教 中国的天主教 记得中国的天主教跟梵蒂冈那个是不一样的 还有为什么中国的道教佛教 有道教会长佛教会长 然后这些人都是入党爱中国共产党 所以你们会看到 当一些宗教在中国办活动的时候 会有什么 贴那个党旗 前面挂这个毛圣上 然后爱党爱国 然后做完这些行为之后 我们再来唱原本的佛经 再来唱原本的圣歌 这些在网路上都有非常多的公开影片 大家都可以去查好 像这个中共的党史 中共早期的领导人 他就说过 我统战你的目的是要消灭你 消灭你不是说意义上消灭你的肉体 是消灭你的思想 那我要怎么做到消灭你呢 统战 我先用统战 统战你喜欢喝饮料 那我跟你谈饮料 我们不谈政治 你喜欢吃龙香 我跟你谈龙香 跟你交好之后再带 让大家放下戒心 中共好像没那么坏 他平时跟我在一起 好像也不太讲政治 好像也还好 然后呢 在一些关键敏感的时刻 再慢慢说 你们台湾最近不是发生一些 什么恶性事件吗 我觉得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时候可能 有些台湾人 他没有在研究中共押新闻 或是中共的一些恶性事件 他不知道中共是怎么处理的 当然如果初心者去搜的话 可能只会搜到党要你看到 因为你不知道 要什么从另外一个管道 找到中国被押下来 或是负面的新闻 但是我们这种反共多年的人 我们有管道 我们知道 那他久了久了 他就会觉得 好像中国也不错 中共好像也没那么坏 就是我们想太多 一定是我们想太多 然后再慢慢的再去统战 这叫做统战 那中共以前的领导人也说过 为了要消灭资本家 我甚至可以先跟你弹劾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资本家 他是卖绳子的 我甚至可以免费 帮你做劳力 提供击败条的绳子 对吧 那这些绳子 未来要干嘛 用来吊死你资本家了 现在一切中共的妥协 都是为了达到消灭你的目的 以前中共甚至还多次 加入到国民党里面 去开这个党代会 去讨论这个国大会议 去讨论各种国民党的事务 结果后来呢 加入你的目的 迎合你的目的 卑躬缺席的目的 最终是要来消灭你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华民国 秋海堂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连我们台派一些人都已经分不清 中共统战的地方 中共统战的一些手段 更何况是平时没有在关心 中共议题 或是这个中共对台统战的一些 小草也好 或是那些 那他影片里面也说 我在人家的地盘 我怎么可能敢这样公开的讲 一些关于台湾独立 台湾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是如此类的 对吧 我自己人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我也不敢讲 谁敢举手 哪个台派呢 敢敢在大声的讲出来 在机轮车上讲出来 然后跟机轮车理论 跟机轮车司机插架 北京天安门前面 说我就是坚定了台独 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要嘛就来无同我们台湾 要嘛就跟我们台湾国建交 所以没办法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所以大家应该也能明白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 他明明可能讨厌圣相 讨厌共产党 但他不敢反抗 反抗的代价太大了 今天是228纪念日 大家也知道228的我们的祖辈 我们的先列遇到了什么事情 非常悲痛 非常悲伤的事情 一直到了江南岸 然后蒋经国 民意上放权 后来到李登辉 接手实质上放权 我们台湾才有机会 走向民主化 我们才有可能 不在枪杆子底下 一直抬不起头 有时候是天时地义人和 不用去谴责这些人 为什么不勇敢的站出来 当然你可以恨铁不成钢 但我觉得权者也不是在生活在枪杆子底下的那些人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更好保护我们自己 不管在军力 在国防 在任何这个政策上 可能被中共渗透 或是利用的地方上 我们要多加点努力 您好 辛苦了辛苦了 坐了多长时间船 六七个小时从第一难民营过来是吧 您在国内是哪来的 我从四川出发了 每天就觉得过得很压抑 抖音号放了好几个 为什么放您抖音号 你敢死吗 你说习近平就不行吗 你说习近平什么了 随便说的都不行 你就不能提这几个字 你说的好也不行 现在国内经济你不知道吗 外貌就是归零了都 股市也要归零了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路上有什么危险 也不敢走 对不对 我出来的时候我就 我决定死在路上也值了 所以他自己也知道 他如果在那边跟人家吵架 在那边讲说台湾是一个国家 就是跟你们不同 然后在公开场的这样的话 他有可能面临被带走 被喝茶等等的危险跟麻烦 他自己心里知道 所以我们排派是不是 有时候不要觉得说 他去中国那他是不是就舔购 不一定 有时候有些人去了中国 他反而看得更清楚 他反而更坚定的就是 我们是两个不同国家 我不可能被中共统一的 中共如果想要从任何方面 不管是武统或是文庚武贺 我会更加坚定的爱台湾 因为我也是去过中国 而这更加深了我 不想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同一个国家的印象 这个是一个旅游体验 对吧 当然啦 他里面我唯一不太认同的点 就是关于中华民族这一词 他说 我们台湾人也不否认 大部分人都是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上的民族 他是清末由梁启超 等人提出来的中华民族 如果你不把56个不同语言 不同民族的 变成一个政治上的中华民族的话 那中国他就会失去非常多的领土 因为古代国家是以民族来建立国家的 但现代国家是以价值观来建立国家的 那我如果以现代价值观来建立国家 在当年这个兵凶战为列强四起 然后各地军阀四起的年代 我又要驱除这个满清的达鲁女政那些人 如果把他们驱出去的话 东北那一块他们满清人就又独立成一个国家了 回到自己老祖先的泊海国啊 对吧 回到自己的这个金国啊 那非常有可能又被日本人给利用了 对吧 日本人又服侍他们建立一个满洲国 后来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那这个满洲国他可能跟日本的关系 就会非常的交好 那对于中国刚刚这个诞生的国家来说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呢 满满中华民族从这个汉满蒙描绘 然后渐渐的扩大到56个民族 形成一个中华民族 所以我想问 大家有看过哪一个国家 意大利也好 法国也好 德国也好 美国也好 把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民族 统一成德意志民族 统一成美利坚民族 统一成英国民族 大家应该没有听过 因为中国他在混淆 以前的民族国家的概念 跟现代价值观国家的观念 混在一起 这也是中国特色 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 它是不存在的 你告诉我 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有56个语言 你知道这56个民族里面 台湾的十几族的原住民 统一被归类在高山族 有这种道理 有这种民族吗 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陷入 中华民族 这种政治上用来统战的伪概念民族 像是美国他有来自世界几百个不同的民族 有非洲的 有亚裔的 亚裔就一堆民族了 大和民族 甚至越南的歹族 朝鲜族 对吧 还有欧洲什么斯拉夫 日耳曼 德意志 各种 美国不会说这些人都是美利坚民族 但为什么会有中华民族这一次呢 以前没有这样分的 以前我是先卑 我就是先卑 我是匈奴 我就是匈奴 我是朝鲜族 我就是朝鲜族 我是女真 我就是女真 我是枪 我就是枪 我是歹 我就是歹 我是回 我就是回 没有什么中华民族 所以古代在中原土地上是怎么样呢 今天契丹征服了中原 那就是以我契丹为首的民族国家 汉人都是被我奴役的 当今天女真来殖民了中原 那你们汉人就是比我们满清 比我们女真人更下一层的人 今天被蒙古族征服了 那就是以蒙古帝国为主的原帝国分区 而你们下面的汉人是最底层的那两类人 所以不要用中华民族这种概念来看 而你们知道中华民族里面的定义 还有各个国家的不同民族 什么哈萨克 越南 泰国 连俄罗斯族都被归在中华民族里面 那今天同道理来说 俄罗斯人也可以说 我们跟中国都一样都是中华民族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了吗 不能这样子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想要讨论太多政治的话 但是你今天这个中华民族就是在讨论政治 面对一个极权国家用来绑架14亿人民 把这14亿人民当作共产党的铜墙铁壁的前提之下 很多事情真的离不开政治而讲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 雨水情深血肉相连 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 谁都别想打破 今天如果要释出善意的话 是极权政府要先释出善意 这个我们从一战还有二战的例子来说 都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所以关于不认同钟明轩的点 就基于在这两点 其他方面关于他去中国 完全没有问题 关于他怎么看中国的 也完全没有问题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认为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 下次见了 拜拜